4月19日,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中国时间银行有关风险的提示 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近期,个别网站发布中国时间银行上市等虚假信息 且有名为时间银行的移动应用程序APP 以公益养老为名目开展投资活动 银保监会从未批准设立中国时间银行相关网站、社交平台 APP等所称中国时间银行有关内容均为虚假消息 相关投资活动涉嫌违法犯罪 请公众谨慎辨别,谨防上当受骗 以实践银行命名网站、APP、微信公众号等行为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11条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 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规定 银保监会已与国家网信办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银行字样使用有关事项的通知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违法使用银行字样专项清理整治活动 部分违法行为已得到纠正 银保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常态化做好规范银行字样使用工作 清理虚假网络信息整治违法违规行为 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